树林区公所今年以红麴的故乡健康的所在为题 为了即将到来的红麴文化节 卯足了全力做宣传 近日所举办的红麴创意料理赛 参赛者创意无限 发挥了料理专长 做出一道道令人相当惊艳的料理 日前在树人家商所举办的红麴创意料理比赛 为即将在9月12号在树林建国公园 所举办的红麴文化节做暖身 比赛分为社会组及学生组 类别也分为中餐和西餐 参赛者无不卯足全力 利用红麴做出特色料理 希望能够赢得评审的青睐 那今天特别在我们树人家商 办理这一个创意料理竞赛 我想主要就是要把红麴推广出去 那其实红麴有非常多的一个用途 那它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公所跟新北市政府 为了让这个料理更加的精进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尝到这个红麴的美味 所以我们也特别举办这一个竞赛 让这个红麴的美食能够推广到我们整个 全球或是台湾地区 还有我们整个新北市都能够推广的出来 专注的神情以及没有停下来的手不活 参赛者们都为了比赛尽了最大的努力 树林区公所希望将红麴之香的美名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也继续创造树林的产业与观光价值 新北市议员红家军也到场为参赛者加油 许多作品都让他感到相当惊艳 那今天在家军森旁有很多各种红麴做的各种料理 那在这边我也推荐一样 因为自己有用过我觉得还不错的 那个红麴麻油鸡 因为家军森的四个孩子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就是说红麴麻油鸡是一个很滋补的东西 那我想也可以让很多不论是产后恢复 或者想要调养身体来做参考 那有机会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实际来品尝 那我相信红麴文化才可以真的在我们地方榨根 那我相信也可以让大家吃得更健康 红麴文化节还没正式登场 系列活动就已经热闹滚滚 树林区公所欢迎市民朋友 一起来参加红麴文化节 认识红麴对身体的好 也感受树林人的热情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